那这道伤是如何来的 你可看得出来 这其实不是一道伤 是两道伤 两道伤 嗯 前面一处后面一处 我也说不好是怎么弄的 不过我可以试试 我为凶手 你为死者 行吗 我就当那个落水的死者 他的身上伤处最少 看得最清楚 好 右手小臂内侧 有一道击打伤 应该是被拳头击打所致 左肩甲骨处 有一道瘀伤 是撞在平滑的硬物上 右手小臂接近腕骨处 有一道瘀痕 左侧眼窝处也有一道击打伤 右侧后脑有一道撞击伤 你们这是 打架 这么说的话 他们临死前 都与人动过手 而且与他们动手的人 都着意击打过他们面部 几乎相同的位置 不可能吧 逢借一个年余五旬的三品尚书 跟谁动手 再说了 那户部主是刘月 可是很多人看着他自己 从马上摔下来 不治身亡的 他那头上的伤兴许是 坠马摔的 不是 一定不是 他头上的伤 比他坠马跌落的伤要早 还被伤过药 肯定不是骑马时摔的 而且 人的眼窝是向里凹的 是人脸最低洼的地方 就算摔倒时脸着地 也很难能摔到那个地方 我之前也说过了 他眼窝那一处伤 是被拳头击打所致 可不是在地上磕的 你的意思是说 挥在脸上的那一拳 是他们三个 共同的致命伤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他们三人头上 差不多的位置 都有以前一后 两道相似的伤 以他们的身量 和伤情推算 打伤他们的 应该是同一个人 不过 他们是不是就因为 这道杀而死的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可能啊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 刘悦从马上摔下来 摔死他们 听说那天 一群人策马行列 他们都张公追着一只兔子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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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左腿处 和肋骨处 都有骨折 鼻道出息 应该是鼻梁伤所致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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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还是摔死吗 大人 大人 一般摔死的人 因为脏腑破裂 口 眼 耳鼻内 都会有血流出来 可是这名死者 只是流了鼻血 脏腑都还是好好的 身上各处伤也不足以致死 还有那名身材矮小的死者 他的耳道 鼻道内 都有残余的河泥 他死前应该是掉进河里了 大人 大人 高兴 你起来 大人 你慢点大人 我能行 大人 大人 快快快快 快快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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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没能救活他 但是他既不是被灌太多水淹死的 也不是枪水窒息而死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现在还说不好 如果能让我再验一验冯尚书 我兴许就能知道他们的死因了 既然都是同一处伤口 为什么非要验过冯界才能知道 这两名死者已经死了有段日子了 虽然看起来还没怎么腐烂 但是有些东西已经验不出来了 尤其是脑袋里的东西 脑袋里的东西 什么东西 我还没验出来 不能瞎说 你 你验冯界需要多久 半个时辰 我只给你两课 好 不过 这回我还需要提前准备一样东西 冷月 对啊 冷月自小在你公主府中长大 她的性子你最熟悉不过了 爱说爱笑 有她在的地方 那总是热热闹闹的 现在你府中的两位公子 安郡王博学稳重 肖将军英雾洋洒脱 可都到了要婚配的年纪了 公主可曾想过 要把冷月姑娘许配给谁更合适啊 冷月跟他俩 我倒是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 哎呀 公主啊 你可该想想了 冷月姑娘要相貌有相貌 要家事有家事 若是被别人家娶了去 你可不要后悔啊 要是被一个普通人家娶走了 是挺可惜的 要能被你家景毅去走 我倒是很高兴 景毅 哎呀 你可不要抬去那小子了 你是知道的 他们几个自小在一块长大 冷月姑娘 从小什么都听安郡王的 说不定啊 早就方夕暗许了 有这么个青梅竹马的情分在先 戳破这个窗户纸 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可咱们毕竟不是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不管他自己是什么心思 也要问过他的祖父才是吧 可是我舅父那个性子 罢了罢了 现在说这些还早 今天啊 幸亏有宫里来吊咽的公公提醒 否则啊 就让安郡王给糊弄过去了 虽有皇上口谕 不准他再查下去 可我这心里 就是踏实不了 朱将军 秦公公跟冯尚叔有多大仇啊 干嘛让咱们毁他尸体啊 不该问的别问 若谁让人知道 老爷是死在女人身子底下 那老爷的仪式英明可就完了 夫人别急 安郡王虽然来查过 但并未追问什么不是吗 那武座不过就是个小姑娘 想来记忆书箭 看不出什么破绽 老爷这一日不下葬 我这个心 就一直在这儿悬着 夫人若是担心 不如让老爷提前入土 对啊 不等三七 明天你就去找做法师的道长 跟他讲 过了头期就让老爷入土 是 定好了 冯夫人一走就动手 时辰不躁了 明日一早啊 还有老爷的亲友前来调研 您早些回房歇息吧 二夫人睡了吗 二夫人 服了安神的药 已经睡了 她倒是睡得着 走